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 它说呢 乙滋浓硫酸的浓度是98% 哇好浓哦 那比重呢 是1.84克 每立方公分 那要我们求呢 这个容易的体积莫尔浓度是多少 诶 就是说它要从重量百分浓度98% 换算成体积莫尔浓度嘛 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要求什么东西 我们一样习惯先把它的公式写出来 体积莫尔浓度等于 溶质的莫尔数 去除以溶液的体积数 好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溶液是多少的体积 或者是说溶质有多重 没有 它只有给我们浓度而已 在这种状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假设一下 那所谓呢 重量百分浓度是98%的浓硫酸 代表什么意思 每100克溶液当中 100克溶液当中呢 有多少克的硫酸 就代表有98克的硫酸 跟2克的溶剂嘛 就是2克的水 好 这个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假设成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有没有这个溶液的体积了呢 有了啊 为什么你有体积呢 因为你看看 是不是呢 这个质量 100克的溶液呢 去除以比重 就会变成立方公分 也就是变成毫升嘛 也就是说呢 100去除以1.84 OK 这样子除完之后呢 你得到的就是立方公分 而立方公分呢 如果呢 就是毫升再除以1千分之一 那不就变成公升了吗 我再说一次 100除以1.84 你把质量去除以比重 求出来的就是立方公分嘛 也就是求出了这个东西的体积 但是是以毫升为单位 我们的溶液是要以公升为单位 所以还要再记得 乘上千分之一 或者是除以1千 OK 所以我们的分母 处理完了 那我们的分子呢 我们的分子溶值的墨尔数的部分 因为硫酸呢 在100克的溶液当中是占98克 所以我们就算98克 的这个硫酸呢 是吉莫尔的硫酸 那所以我们就需要硫酸的 这个什么原子量嘛 那我们写一下 硫酸是H2SO4 那我们知道H呢 是1 有两个1 那硫呢 是多少呢 硫是32 所以呢 1乘以2再加32 再加上呢 氧是多少 氧我们知道是16乘以4 所以呢 前面这边是34 后面是64 加起来呢 诶 刚刚好是98呢 所以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墨尔数就是多少 墨尔数就是98克 去除以分子量98 所以他刚刚好是移墨尔 OK 那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所有呢 分母的东西 如果除法你熟练的话呢 是不是1.84就可以倒上去了 所以1.84就在分 什么 就在我们的分子了哦 那下面呢 100跟1000分之1 是不是可以约分 剩下10分之1 所以再把10分之1倒上去 所以呢 这边根本就变成了什么 这边根本就变成了 把10乘上去 所以最后呢 你得到的答案就变成 18.4m OK 好 所以呢 以上我们算的第一小题是把什么 重量百分浓度 换算成体积墨尔浓度 那如果一开始他没有告诉你 熔绿的这个重量是多少的话 没关系 我们就自己假设就可以了 而自己假设当然是设自己方便的嘛 所以通常98%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设熔绿是100克 然后这样子的话 熔值就是98克 OK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来看第二小题 这是非常相关的题目 要注意哦 将氨呢 通入200克的这个水中 达到饱和时呢 测得熔绿的密度呢 是0.85克 每立方公分 那此时呢 熔绿的体积墨尔浓度为20m 体积墨尔浓度是20m 那要我们求呢 这个熔绿的重量百分浓度为多少 一样养成习惯 一样养成习惯 题目问重量百分浓度 就把重量百分浓度的公式写出来 是多少呢 是容值重 去除以容义重 那因为我们要换成百分比 所以呢 记得乘上什么 记得乘上百分之百 好 那我们来找一下 容值重是多少 问题又来了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整个容义是多重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容义是多重呢 因为你看 他说将氨通入200克的水中 但问题来了 他说将氨通入200克的水中 水只是容积而已耶 那他也不知道 是把多少的氨给他弄进去 对不对 所以呢 暂且呢 我们就先不管前面的这个叙数 为什么呢 等一下 光影学长会告诉你 第一行这个叙数根本就用不到 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告诉你 此时体 容义的这个体积 莫尔浓度是20M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这个体积 莫尔浓度是20M的时候 我们假设他是有 一公升的容义 虽然实际上他不可能有一公升啦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水只有200克而已 你再加氨加一点点下去 他不可能跑到一公升 但没关系 我们假设呢 有一公升的容义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多少莫尔的 这个氨呢 就会有20莫尔的氨 那氨的分子是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长的是NH3 OK 所以呢 这样子你有没有容易重 有啊 为什么 因为一公升的容义 不是就是1000毫升吗 OK 那他呢 又告诉我们说呢 容义的密度呢 是0.85 OK 所以1000 乘上0.85 不是就是容义的重量了吗 OK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那容值的重量要怎么算呢 20莫尔的氨嘛 你看那氨的分子量是多少 我们算一下 氨前面是14 后面呢 是1乘以3 加在一起等于是17 所以怎么样 他的分子的这个整个重量是多少呢 就是莫尔数乘上分子量嘛 OK 所以呢 我们简单的计算一下 会发现 这边如果我们去掉一个0 这边去掉一个0 100乘上0.85 就刚刚好是多少 就是85了哦 我们直接这样计算一下比较快 等于呢 85分之2 乘以17 那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 85跟17 可不会约 当然可以约啊 所以呢 约出来是5分之1 所以算出来呢 是5分之2 5分之2的意思就是答案是40% OK 好 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完全忽略掉了 江安通入200克水中的这个200克的这个数字 这边呢 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当我们在做浓度的换算的时候 如果我们确实已经知道了一个浓度的某一种表示法 其实我们要在换算成另外一种浓度的时候 尤其是呢 从这个体积莫尔浓度 也就是说 你要从Cm 转换成 这个所谓的重量百分浓度 的话 其实你有体积莫尔浓度 你要换成重量百分浓度 我们之前讲过 你只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 它的密度 低 你只需要容易的密度 跟你只需要知道溶值的分子量 你只要知道这两个东西 就可以进行互换了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第一小题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知道密度比重是1.84 还有我们知道溶值的分子量 也就是把硫酸的分子量算出来 那你就可以从重量百分浓度 换成体积莫尔浓度 也就是从这边重量百分浓度 变成体积莫尔浓度 同样的反过来说 在第二小题当中呢 我们只要知道体积莫尔浓度之后 我们再知道了密度 0.85 然后呢 也知道溶值的分子量 也就是氨的分子量是17之后 我们就可以换算成 重量百分浓度 OK 所以整个第七题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 整个这个体积莫尔浓度 跟重量百分浓度的这个互换 需要的关键东西是什么 密度跟值 溶值的分子量 至于其他给的数据呢 都是不重要的 我们可以忽略 可以不看 OK 以上的这个题目 大家了解了吗 这个题目